我们一直在提醒 让他们千万不能随意模仿 有可能会受伤 难道你们就没有受过伤吗 因为我练这个练的也是比较早 练完以后基本上身体就固定了 所以就跟压腿一样 就不是很难了 所以没有受过伤 薇薇呢 其实我练柔术没有受过伤 但是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节目 那一次没有做地面的柔术表演 然后我做了 选择了高空的一项节目 然后因为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在彩排 因为已经很晚了 然后就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失误 然后所以当时 就是从三四米的地方 有摔下过来 非常可怕 这样我们把那个 当时的这个视频拿过来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吗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恐怖啊 我这一刻还怕吧 这是彩排对吧 对 好酷 你是从半途又掉下去的 而且是两个 一起摔下来 对 和我的搭档一起 没有任何防护是吧 因为这个动作是不应该有失误的 但是因为是在凌晨的彩排飞路 所以身体有些透支 所以都出下来失误 我觉得肯定那个时候 其实你想凌晨三四点 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 我觉得脑子也不是太清醒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这个危险是太大了 我在想我们中国人说 不怕一万只怕外衣 严重吗 其实还好 因为没有摔到我的腰 因为我是侧面掉下来的 所以这边的软组织 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但是养了一个月就好了 你说你家里人得多担心啊 每天看到你要做这个调理 对 其实当时我的母亲就在现场 但她特别淡定 然后我就说我是你亲生的吗 为什么我掉来以后 你连反应都没有 她就问我哪疼 我 我也不知道哪疼 就是这样 妈妈肯定疼在心里了 对 她特别淡定的那个 去来安慰我 我想我们建议这个妈妈们 如果你们家有儿子和女儿 你愿意让她进行这样的练习和表演吗 你愿意吗 我害怕 如果她坚持 我可能会支持她 但是我其实担心 我觉得就是妈妈的这颗心 无论你今天在舞台上演得有多好 我其实担心的你懂 永远是那种焦虑的状态 就会担心有意外出现 就特别害怕